欢迎回来 全球最大的PC制造商 中共官方机构持股超过三分之一的联想电脑 最近被澳洲的媒体爆出 从2000年代中期就被英美纽澳 和加拿大五个国家的情报单位禁用 因为在联想的晶片测出恶意修改 和后门等等的安全漏洞 很容易遭到骇客攻击 骇客攻击和网络资通讯安全漏洞 成为电影正文话题 不过最近澳洲金融评论报 却爆出全球最大PC制造商 中国联想电脑因为资讯安全问题 早在2005年左右 就被英美纽澳和加拿大五个国家的情报单位禁用 报道指出 英国和澳洲国防和情报单位 在联想晶片中发现安全漏洞 骇客可以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后门远端存取资讯 联想在2005年买下IBM的个人电脑部门 成为全球最大PC制造商 也销售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 储存装置和工作站等硬体设备 更有人形容 联想可能成为下一个三星 现在却爆出长期遭到英美纽澳等五国的情报单位禁用 成为继电信产业的中兴和华为之后 又一个因为资安问题遭到拒用的中国公司 新常人雅菜电视吴博轩编译